弟兄姐妹平安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 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 都能从上帝的话语中得着力量 充满信心的过每一天 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 传道书五章十八到二十节 我所见为善为美的 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 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 因为这是他的份 神赐人资财丰富 使他能以吃用 能取自己的份 在他劳碌中喜乐 这乃是神的恩赐 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 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 第十九节 神赐人资财丰富 使他能以吃用 能取自己的份 在他劳碌中喜乐 这乃是神的恩赐 这一节经文让我想到 天父阿爸非常的爱我们 为我们预备的是丰富充足有余的生活 我们工作 我们所经营的事业 都足以让我们过很好的生活 如果我们有照着神的心意来选择工作 并管理我们的财物 在不浪费的情况之下 其实是可以放宽心来享受 神要给我们的丰富 我们一家六口每个月固定开销 再加上房贷就是一大笔钱 勤劳记账管理大小开支 已经是日常习惯 但如果我的控管 已经让家人觉得有点超过的时候 圣灵就会提醒我 不用担心 孩子需要的一切我已经预备了 如果你舍不得用 那我也不用给你 就这样 天父一直放宽我的标准 让孩子们也能享受到天父来的丰富 从这一节经文 我们来探讨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个有什么需要守的诫命呢? 就是喜乐在工作中 相信神会赐给我们资财丰富 第二个有什么应许呢? 神要赐给我们丰富的资财 享受在一切的劳碌中 第三有哪些可以避免的罪呢? 害怕缺乏 劳碌中充满抱怨 第四有什么可以应用的呢? 我们工作职场的选择 要先跟上帝连结 选择让我们有时间亲近神 有时间参与小主主日的聚会 我们就会进入上帝所赐的福当中 经常为劳碌的环境感恩 我们就会得着神要给我们的喜乐 对上帝有什么新的认识呢? 上帝会赐给我们丰盛 上帝使我们在劳碌中有喜乐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上帝 求主赐给我们信心的眼睛 让主掌管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 我们也学习做金钱的好管家 享受主要给我们的一切丰富 也为我们每天的工作感恩 停止一切的抱怨 用细心的眼睛 领受一切职场的训练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